全國難道知識 成為中韓關係發展的獨特優勢和寶貴財富 本屆會議 以中韓地方政府 攜手走進新時代為主題 骨酷發展第一屆會議成果的基礎上 為雙方城市發展開放 40 年 始終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 雙方城市發展降成全國會議成果 我们的会议一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有李小林会场城市协议 好 下面我们有请李小林会场主持 今天第一部分 千金百零 草林地 金头化 中海人节地营的热补 辽宁的特点主要有几下历史悠久延长 文化体育深厚 二十八万年前实体经济发展 装备制造 石油放空电子信息一大商机 今年九月 习近平主席 杨宁亦亚总统一代说 有了个相关的文化语由交由 文化语由交由